雲林縣長張立善 趁著春節過年打電話來問候返鄉青年 那麼大家接到電話都是不敢置信 現在有位同學就直接回他了 說你張立善我還侯友誼了 接著直接把電話給掛掉 這民眾的報效回應也讓張立善哭笑不得 大過年雲林縣長張立善 打電話跟鄉親拜年 但是沒想到 我是縣長張立善 尷尬到頭上只剩三條線 就算是縣長也難逃被掛電話的命運 縣哨回鄉的年輕人接到縣長電話 慢心存疑只說你是張立善 我就是侯友誼 不過也有人接到電話 真的好開心 我想說剛好利用這個時間 跟你們拜個早年 趁著年輕人返鄉過年 張立善早早忙著撥打電話要拜年 就怕民眾誤會是詐騙集團 趕快在臉書公布告訴大家 是真的啦 突襲我們很多的這些返鄉過年的青年 他們剛開始接到我的電話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驚訝 他們沒有辦法想說 怎麼有可能縣長會親自打電話給我 那因為青年他們的這個各方面的思想 都可以提供給我們很多寶貴的意見 我一直希望就是我們有很多這些返鄉的青年 希望他們回來到雲林縣的時候 我能夠多走走多看看 儘管被掛電話 張立善竊而不捨繼續打 不只是趁著過年聽聽年輕人的心聲 也希望他們難得回到家鄉 好好走走看看 記得方忠誠 雲林報導